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傅没有听到 师傅听到吗 师傅听不到 听不到啊 你讲话太轻了 哈喽 你讲话小一点听得懂不啦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你结一个梦 就是说有一个同修他梦到老师们要带佛学班的小朋友去外面一日游 那么第一个画面呢 是男老师带老师们去写那个交友的地点 第一个地点呢是金冠方法的那个人造夹餐 第二个地点呢就很暗 很多蛇不会动的 突然有一个声音出现 他说第一个地点可以给的孩子在这边玩 第二个地点呢怕他们给蛇咬 有位林老师就说建议可以念经给那个蛇啊 然后就同修呢便去那个佛堂问菩萨 菩萨显灵说很难 便摇摇头 请师傅解梦 这还不懂啊 天上人间啊这还不懂啊 带孩子去 你好好的佛学班 好好的念经学佛 你的心开心了就在天上 你不好好的修心 对不对啊 你知道下面那些蛇不动的 我告诉你 你就是到了地府里边了 到了地狱里边 专门那种 专门那种地狱里边那种 人家说你在边上窄 万蛇齐咬你啊 头伸出来把你吓就吓死了 所以我告诉你一个人在人间做坏事 以后到了地狱就这种惨状啊 我告诉你这时候来不及了 听不懂啊 嗯 那么 我们有反正要带儿童去浇游 那么 適合吗 师傅 不要去浇游 浇游干什么 好好二中班不就二中班啊 浇什么游啊 你又不是窗儿所 你又不是什么幼儿园 玩什么啊大孩子啊 你还冒一定的风险呢 你就教教他们好好学习不好了 好好好 你把人家家长的孩子弄出去的话 出点事情你要负责的 你要在我们在澳大利亚做什么事情都买保险的 听得懂吗 记得懂 搞什么东西了 还男老师女老师了 连男老师都不要去教育女的小孩子 要分分清楚 只有 连女的老师要年纪大一点 有不要去弄小小男孩 好 是 搞什么东西了 还搞出花样出来了 你好好的学学佛学班 就佛学班了 还交友呢 谁想出来的 对不起对不起 好好听话了 要搞事情啊 什么都不懂的 那请师傅还有一个同修要解梦 师傅你好 嗯 师傅先生 你们讲话再轻一点好了 我轻都不要轻 师傅你好 我的先生 他梦到他已经过世的好朋友 要带走我的第二个儿子 那很简单啦 你的第二个儿子已经有鬼伤生了 赶快给他念 小房子要几张师傅 像这桶小房子念很多 他要带走你儿子 你还要问几张啊 七十张八十张 哦好 感恩师傅 我都看见了 很麻烦了 你这儿子要生病了 马上就要生病了 好 ok 感恩师傅 嗯 师傅一下子啦师傅 哈喽师傅 啊 师傅你好 每个人讲话都 嘴巴们臭的话筒一点 哎 我梦到我 我梦到我一个 我去放生 我放生了 我的孩子变成 变成在 离来的 他就变成一个小孩子跟我招手 师傅是他已经 嗯 可以超度了 我本来已经听不懂 你们还讲了这个乱七八糟的 我听不清楚啊 哦我是梦到 我去放生 然后 那 那 两次一 就变成一个小孩子跟我招手 请了师傅 这个梦师傅 他已经 超度了 你就放生 梦见个小孩子跟你招手 嗯 师傅他已经超度了 超度了 他不是招手 他是跟你说 拜拜 他跟我说拜拜 对 嗯 对 走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爸爸 每次梦到他 穿得很好 可是他没有跟我招手 那么师傅是还没有超度到 对 你还要再念啊 对 要几张 师傅要几张 好好念 一直念 就可以了 一直念 二十一张二十一张不停的念 念到他做梦为止 跟你做梦 嗯 谢谢师傅 嗯 好了 感谢师傅啊 你们以后 你们以后大概可以打到 两点半 我们这里两点半 但是呢 因为今天的师傅是晚开了 所以 时间稍微延迟一点 哦 嗯 好了好了 再见了 哦 再见 你们要听话 你们以后要听话 奴隶薄冰 如果要想出什么新的话 要 要抱着东方电台来 师傅要省乐的 可以做不可以做 听得懂吗 可以 知道 感恩师傅 谢谢师傅 再见 再见 好好努力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哎 师傅好 哎 师傅好 你好 师傅好 弟子比安师抬讨挺爱 师傅 哎 师傅您听得到吗 师傅 听得到 哎 师傅快结束了 师傅 没关系的 我推迟了 因为 因为今天 今天晚开 刚才打进去了 没有声音 刚提到 嗯 是这样的 师傅 哦 古有玄奘法师 已经历经十六年 跨越五万里探寻佛法 求得真心 而师傅是传统文化 国际宣讲的第一人 绝海 以居士身份 广度有缘 使中华文化得以世界传承啊 您五月九日抵达不是欧洲以来吗 将大庭弘法活动是佛法与中华文化精髓 利益惠责欧洲各国有缘众生啊 收到比利时和西班牙等欧洲各界的关注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就是您在弘扬传统文化和佛教精髓诊间之间啊 请教师傅传统文化是更多的教人如何成人 而佛法是教人如何成佛 原则将病是不是只是追求的境界不同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嗯 这样一个人一个人的境界是靠着基础 你要有中华文化的底蕴才能接受传统的更好的佛学的精髓 一个人如果没有佛学的这个要想学佛 你必须要有中华文化的底蕴 这个底蕴就是人要懂得善良 人要懂得啊这个心里要那种要仁慈 所以中国人讲的仁义理智性就是能够传承佛法精髓最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为什么这个佛法到了这个佛陀涅槃之后 在印度就不能再传承了呢 为什么就转到我们华夏大地的呢 为什么在我们中国大地到处开放呢 到处开花呢 现在已经佛教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个本身的一个自己中国的一个佛教的特色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佛学的精髓呢 所以这就是说明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中华的底蕴呢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所以人家说的这个 所以就是说佛家是自新的嘛 对不对啊 道家自身啊 这是 那师傅 师傅 那你看现在人已经缺失了基本的做人标准 师傅你也经常说 忠心理智修啊 现在都是往一切向前看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从传统文化中学到如何做人的行为准则 更好的去做人 然后呢通过学习佛法 是不是这样更容易修成佛道呢 师傅 是啊 是更容易修成佛道 因为现在现在实际上我们要用我们中华民族的软实力 文化的软实力 为什么呢 讲老实话 这个这个文化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人心人心的一个导向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心自己追求的啊 不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而是追求的明和力 这个人整个的重心跌倒 这个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人 因为只有只有人家说人为过去讲人为财死鸟为死亡 这本身就是把人和动物放在一起 因为我们是人 对 我们人是头顶着天 脚踩着地的 我们不是动物 因为动物都是贝朝着天的 只有人是头顶着天的 所以人的思维 那是可以 能够高居在自己 这个动物的本性之上 所以我们说要有人性 对不对啊 然后再往上走 对 人要有思维思想 所以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思维 所以用传统的文化思维 能够让我们消除自己对人间物质的欲望 现在的人以物质作为自己的希望 以金钱作为自己的啊 这个将今后将来的这种啊 这种啊 我们的说这种追求一个目标 实际上这些全部都是错的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追求境界 追求理想 追求我们的自己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今后未来的和平啊 啊 对这种啊 这个和平啊 理念啊 还有和谐啦 和睦啦 所一连串的啊 对我们这个世界啊 能够带来幸福感和人本来应该具足的那些啊 人生的这种道德品质啊 这样你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 一个要宣传和能够帮助 你看看很多西方 传进中国的 现在年轻人学的那些 disco啊 看黄色的东西啊 那不是精神污染吗 难道他们这些这些招破进来的话 全盘西化 大家年轻的都学 把中国的传统都忘了一干二净 台上就是在呼吁全世界华人 都要弘扬中华文化能够让这些不好的东西能够抵制他 否则你看 大家都这么在沉迷于酒色之中 你想想看 对 这些国家的后一代不就完了吗 是的 是的 也真的是那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对啊 现在的年轻人 有钱 他就做爷爷 他看着自己爸爸妈妈没钱 要给他钱 他就把他们做孙子一样 真的 有些人呢 真的简单是忘 真的 我们跟你说真的 令人发指的很多事情啊 年轻人对待老人啊 真的 虐待啊 是的 是的 真的我们有时候遇到新闻 真的是这种不孝的 这种做出这种未争父母的家产钱 做出很多 哎呀真的 你看我妈 都一个华人呢 教育好了 对不对啊 没有中华文化修养啊 把他妈就杀了 啊 几句话说不说 几句话不开心 长期的 有一点跟妈妈不开心 把他妈妈杀了 你看看我们澳大利亚 那不是也是学西方的伦理吗 这个东西我告诉你 中华的文化真的是一个精髓了 这个 是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所以必须要弘扬了 嗯 是的 是的 您照您说的这个可以理解为修学 这个传统文化类似营修小成佛吧 是不是 是这样吗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修佛的基础 是这样呢 我觉得我觉得你很有智慧 但是呢 有些事情啊 不管小成大成 都是让你成 哦 明白了明白了 中华文化啊 也不是不能把它归类于小成 应该说 中华文化呢 是我们的学佛人的基础 啊 底蕴 对对对 就可以了吧 为什么要去归类呢 哦 明白明白明白 其实我记得我看到一句话说 拯救这个二十一世纪啊 这个人类啊 唯有中 唯有中国的 嗯 就儒家文化和佛教 佛教的精髓 才能拯救我们的人类 现在是这样吗 是佛 应该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对不对啊 但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啊 这个事情 作为我们自己来讲 我们中华儿女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 有几千年的历史 多好啊 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 哦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 师父啊 功德可以转正 那福报可以转正吗 师父 可以的啊 嗯 怎么不可以啊 能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子简单的讲 爸爸有钱 嗯 把钱全部交给儿子了 是不是把爸爸 他爸爸自己没钱了 没钱之后呢 儿子把这些钱全部用光了 是不是爸爸福报也没了 哦 哦 是的 有一个父亲 有一个工厂 他把工厂 他来不及提早退休 他把工厂全部交给儿子了 儿子最后把工厂弄得倒闭了 是不是爸爸的福报也没了 是的 嗯 但有这个问题呢 是有一个同修 就是看到师父 我们给我们开车 这个阳寿不能转正啊 是吧 师父 就是你转过去了 他没有收到 你缺点了 是这样吗 实际上呢 他收到呢 收到是收到 但是弥补不了 只是这样 比方说 举个简单例子啊 啊 举个简单例子 那我们说 救急不救穷的啦 过去讲 比方说 这个 我们把这个 寿命作为一个钱财吧 举个例子 比方说 你有 100万 对不对 那么你有个穷亲戚 现在 啊 比方说 你有个穷亲戚 他是穷得来 一分钱都没了 那你拿出 五十万给他 对不对啊 这就是 你把阳寿折给他 他能拿到吗 他能拿到 他会好吗 是会好的 为什么 他因为 他没有欠钱啊 因为有些人啊 有些人 你把阳寿给他 因为鬼已经来拿了 他已经欠了太多钱了 你给他五十万的话 他把你一半 他把你五十万全部吃光 还不够 还要为你弄 对对 好了你这里五十万少了 不是你阳寿就折了吗 哦 真的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特别开始啊 师傅啊 您这次不是去欧洲弘法吗 您说了一句话 他说 有人看了台长做了太平绅士以后 说很好玩 太平绅士 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们 台长很太平 因为你们这些弟子都不太平 所以台长一定要做太平绅士 来管你们这些不太平的人 师傅 您开始一下 明白这些不太平的人 具备哪些特征呢 你管我 这是师傅开玩笑的 太平绅士 这实际上是一种 是一种 是一种 荣誉 也是一种就是 对社会的责任感 实际上你要知道 就相当于一个荣誉市民啊 或者就说政府是完全信任你的 啊 比方说同样出庭 如果出庭的话 我是太平绅士 我讲话 政府就相信 人家法官就相信你 哦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今天 你在我们 你比方说你今天哪怕说 你说出了交通规则了 出事情了 对 人家叫你政府写 写证明 写什么东西 如果我太平绅士 我能证明 那这个政府就相信你 如果我没有证明的话 你自己写的东西 你就没有这个政府相信你的可行性 就在海外就这样了 哦 你比方说 所以 很厉害的 所以 所以这个太平绅士 就说明 你比方说 你这个靠背文件 就是那个复印文件 对不对啊 你 你原本不能动的吗 不能给他吧 你结婚证书 你不能给他吧 但是你要靠背吧 要有 要那个复印件 这个复印件 你送给他 他不相信的 澳洲政府不相信的 你必须有洁评 就是一太平绅士签字 他就说 你这是原件 我承认的 就这么简单 哦 这不得了的 太玩笑了 这个完全是 国家政府信任你啊 那个是 那个是你没有 没有得到政府信任的 哦 你讲好了 也是一种信誉的象征 那当然了 你讲好了 你在法庭上讲半天 太平绅士说一句 我没有看见 人家法官马上就冲着 冲着你没看见来讲 你在讲了 我看见了 怎么怎么怎么 你讲了 讲一个小时 最后这个太平神说我没看见 人家相信太平神是不相信你的 因为都要宣誓的 太平神是宣誓的 他是一种 一种 这个勇誉和一种性欲的象征 性欲 性欲啊 也太好了 这个是跟你们开玩笑 说你们不太平 这个是开玩笑的 师父上次在访 和弟子开示的时候 跟他开玩笑 你们不太平吗 也是啊 师父看你们师父太平了 一会我们造业了 一会我们搞不清楚了 师父说说 说叫你们太平一点 就是要多懂的人生 不要总的不满意 觉得自己人生不满意 学会包容 学会自己能够圆融 就这个道理 明白吗 是的 师父您获得澳洲政府颁发的太平神社 真的是 我们干的也很开心 很自豪 师父 为人民服务 我告诉你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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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情就是 太平神社就是要为众生服务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感恩师父开始 那师父 我当想起的不是看 这个中国教育电视一台吗 就是有一位曾经在澳洲 东方华语电视台实习过的海归 回国就回国就业时 台长就为他写了 诚恳的推荐信 这位海归在参加这个职场 应聘的节目中 得到了全体面试老师的肯定 成功被企业录取 师父我们修行灵法门的年轻大学 同修在大学毕业时 如何平衡学佛与工作 在职场就业与人相处 我们学佛 人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就师父开始一下 其实这个女孩子 在我们电台做节目的时候 的确她是受到师父不同的教育 就是我给她经常讲她 对对对对 不停的讲她 让她学会 学如忍辱尽尽 要学会要谦虚 要学会自己怎么样能够努力 所以她的素质 在整个会场上展现出 让人家刮目相看 对对对 全部亮给了她绿灯 全部都想要她 这是投资遇到的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对对对 这个就是说明 这个人 人要 要让人家喜欢 就必须要自己学会 克己复礼 这个恢复这个礼 礼貌 礼节 礼欲 什么都要懂 对不对啊 还主要师父 您给她写了推荐信啊 如果您 为我写封推荐信 的话 那就厉害 哈哈哈 贪心出来了 哈哈哈 一般的 一般的 就是说 这些孩子如果很善良 如果非常 感觉到她对祖国以后 费有很大的贡献 啊我们 嗯 她离开我们电台时候 师父都会写封推荐信给她 啊 就是因为她的确是个好孩子 啊 以后为国家会做很多贡献 那我们 何乐不为啊 去帮助别人啊 对不对啊 对对 你是 对对对 你是一个坏人的话 我怎么推荐你啊 嗯 其实师父我个人认为 您给他们写推荐信 真的是 就是菩萨对他们的加持 因为您 您 您写的推荐信 师父就是人家的菩萨 人家的菩萨写推荐信 找工作 真的是不愁了 哎 很容易的 你 这个 其实加持一下 什么都找得到 嗯嗯嗯 是的 很多神奇的事情 都能在这里一一言表 哈哈哈 感恩师 感恩师父 出离开事啊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 师父就是在录音里 经常听师父讲 观世音菩萨 为众生悲业 慈悲众生 有求必应 我们仿佛 看到了观世音菩萨 善良纯洁的心 请师父 呃 请问师父 我们学佛人如何看到自己善良光明 善良纯洁的心呢 我们自己 经常看呀 自己是不是善良 对别人好不好 看看你今天做菜 是不是想到要给大家吃吃 对不对啊 很多我们这里的阿姨 三天两头给我们东方电台的那些 啊那些秘书处的小朋友做做饭 嗯 供养 实际上这些阿姨她在做饭的时候 她们就有功德的呀 因为她们很善良 她很善良啊 她是要看她自己做什么事情的呀 她做的事情是为别人的 她就有功德嘛 嗯 她为自己的话 像老实话 做了美味佳肴一大串 没人说你好的呀 对不对啊 是的 做的菜 呦吃的这么这么好啊 所以我要教育他们小朋友要感恩呢 对不对啊 吃人家阿姨给你做点饭做点菜啊 人家就好 人家就谢谢也不说 跑过去好像应该的 这些孩子很快就要被我赶走了 这不可以这样的 对 一个人自卑心啊 感恩心啊 对不对啊 是的 是的 他们说东方台湾免费一餐还好吃 对他们说 做的很好 因为做来做去这几个菜 味道们肯定做的好了 哈哈哈 吃不喜欢 喜欢说笑话 他们真的做的很好 他们味道很好 嗯 好的 谢谢师傅 师傅 我们不是供奉的观地菩萨 周苍菩萨 观平菩萨吗 那 师傅 那您说说这个观平和周苍 观地菩萨 这三位互法的分工上 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吗 师傅 看看脸面就知道了 嗯 一个是记录的呀 观平菩萨是记录的呀 哦 闻的呀 光平 周苍菩萨 没看过舞的呀 要打的呀 打磨的呀 打磨的呀 打的 这还不懂啊 打磨 哦 那师傅 我们有时候遇到新魔 遇到魔障 修成的魔障 求这三位菩萨 是不是就比较专管 比较灵验呢 师傅 都灵 求观地菩萨 都灵啊 啊 求这个菩萨呢 这几位菩萨呢 就是 你就比如说 有所指了 因为你有这时候 你也没有必要 去跟那个鬼魂啊 跟那种鬼啊 去接冤啊 对不对呀 你就关心菩萨就化解 对 你求这个菩萨呢 就是直接去打磨了 打磨的话 打磨了 可能会接冤呢 哦 有一个人就是 那生 有一个人就是 他自己跟他老公 恨得来塌糊涂 他就 他就求菩萨 他说 哎呀 观地菩萨 让 惩罚 惩罚我这个老公吧 他太 太饿了 好了 他老公撞车了 撞车之后嘛 接下来 他自己在家里照顾呀 呵呵呵 哦 那师傅 照您说 我们还是以慈悲为本 求观世音菩萨 远远的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呀 那当然这样了 我们学观地菩萨 要慈悲 要化解呀 那么你刚才这个问题说了 你也问了 哎呀 观地菩萨怎么你一求 我就去 就去惩罚他 因为这个男人的确是不好 是应该惩罚的时间到了 所以才惩罚 但是他时间到了你 你也可以把他好好的教育的呀 但是你 你选择的是惩罚吗 当然是惩罚了 那如果你选择了教育多好啊 这还不懂啊 是的是的 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 哎 我非常明白 我以前遇到不开心的时候 我和观地菩萨和说了呢 是怎么这样的 你把人家惩罚了 最后你到家里 你还是得照顾他 他腿断了 你天天还得扶着他 最后谁受苦了 还不你呀 是的 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开始师傅 下个问题 师傅中国人 我们就称为龙的传人 请问师傅 中国人叫其他人 是不是跟龙有很大的因缘呢 请师傅开始一下 我们叫龙的子孙 是吧龙的传人 对呀 龙的传人是啊 一点不假啊 为什么龙的传人 因为中国在传统故事当中 龙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龙是又勇敢又勤劳 这个象征 所以民族属于龙的象征 就是又勤劳又勇敢 所以我们叫中国人 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呀 就是这样 明白了 那师傅 龙族在佛法界 是不是一定程度上来讲 也是意味着佛法的护法呢 我们经常听龙天护法 是啊 龙天 龙在天上很多 护法 很多都是龙啊 明白 很多很多 因为龙呢 讲老实话 在天上是龙奉成祥 成吉祥 龙呢 又是护法 它本身呢 又是一种吉祥物 然后呢 龙呢 可以 菩萨可以 骑在龙的身上 出去弘法 出去做事情 因为 如果不踩着祥云的话 你踩着龙也可以 直接下来 更快 对对对 所以叫龙天护法 那是那有一个照片 它踩着龙 像现在知道吧 很多呢 对不对啊 还有菩萨们 这个这个麒麟啊 大象啊 都有的 都是这种瑞祥物 皆祥物 那都是天上的瑞祥 瑞兽啊 是师父 瑞兽 哦 明白了 那师父天上的这些龙族啊 全部拥护观世音菩萨 是这样吗 师父 他们全都是做菩萨的 哎 你这个讲的太笼统了 这个还全部拥护 你还有个选举啊 还全部拥护 呵呵 你到了这个境界 你还要讲啊 观世音菩萨这种慈悲 天 只要宇宙空间皆知的 所以根本不是拥护不拥护的 就是等于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信念 这是一个理念 这是一个道理 嗯 明白吗 这是个佛道 就是让人家 知道只要你是在天上的一族 你就必须 你就知道 这个观世音菩萨是最慈悲最伟大的人 嗯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 那师父 您说过有功德没有境界 下辈子投成大富大贵之人 那么有境界没有功德的人 没有功德的人 嗯 那果报是什么呢 有境界没有功德的人 下辈子还是投人 哦 没有功德的话 根本下辈子 投生不了 上不了天的 就算有境界有什么用啊 啊 我知道啊 我知道这个世界很好 我们应该做好人啊 我们应该多帮助别人啊 从来不做功德 嗯 你说这种人 有心无意 啊 有心没有行为 你说这种人 能上去了 上不去了呀 上不去了 上不去了 哦 那师父 经常随喜赞叹他人 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随喜赞叹他人 自己事情变得越来越顺 哦 比方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经常说 哎呦我恭喜你啊 哎呦你好事人人嘛 哎呦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嘴巴里不停的讲 你人人家好了对不对啊 你一定好的 你去看好了 经常讲人家好的人 自己一定好的 哦 明白了 经常骂人家的人自己去看 各个都倒霉的 对对对对 是的 是的 哎 明白了 谢谢师父开始了 师父啊 你看我看那个 看你看那个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啊 就一 有种感觉也是一种男 男人像 也又是一种慈悲的女人像 有这种感觉呢 师父啊 观世音菩萨本来就是男的呀 对对对 因为到了超错四道 就是超错六道之后 我们全部都是男的呀 没有女的的呀 观世音菩萨 哦 女像就是因为要慈悲 因为母亲的形象在人间很容易度人呀 所以观世音菩萨 对对对 他们观世音菩萨他会画的呀 画成女像呀 他有三十万八项嘛 对不对 嗯 对对对对 是的 谢谢师父 那师父 修的非常好的地址 如果在命中之时 往生自圣道和西方极乐世界 有时间吗 如果有时间 大概多长时间就到了 自圣道和西方极乐世界呢 师父 啊你说一走掉是不是 哎对呀 是直接上去了 直接上去了 一走掉嘛 就是刚刚走掉的时候 很多人听见仙乐 就是天上的声音 或者闻到香味 啊 这种就是菩萨下来 把这个人直接接到天上去了呀 哦 直接马上就接上去 马上接上去的 有的人是自己上去的 自己上去晚一点 自己上去 自己上去一两个礼拜也有的 啊 因为在上去之前他不放心家 他今天天天要回家看一看 啊 但是呢 这个时间也就是一两个礼拜 就可以 必定要走掉了 还就是 人们就是在中英生嘛 他必须七七四十九天 所以做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嘛 七七四十九天 他才在中英生里到地府去审判 然后才判到他到底到哪里去 那么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当中呢 他可以自由在空间呢 可以来往 他可以回到家里跟家里人再继续 但是这个时间很快 等到七七四十九天一过 到下面去判他了 判他们就是 判他们一般的投人最多 投上天的很少 啊 一般如果走进中英生了 七七四十九天了 基本上就是不能上去了 就基本上是投人了 投人 还有嘛就是判 如果你要是很恶的人 直接就拉下去了 因为他黑白无常 拉下去他已经不是进了前面几个阎王殿了 阎王殿有好几个 他分一殿二殿三殿四殿 他分的 那阎王殿如果 有的阎王殿是直接管这个地域里边的 他就直接拉到这个不能投人的阎王殿 进去就是判到你下面有十八层地域的话 你是下哪一层 嗯 好了就这样了 是这样的 很厉害的 分的很清楚的 所以下面的阎王殿的阎王老爷也是这样的 要是投人的阎王老爷 他就相貌就比较善和一点的 如果是要判你投地狱的 那就比较厉害了 那个脸就像金刚菩萨 你看的都是会很圣人的那种 明白明白 是的 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 那时候记得于在星光极乐世界九品莲花的品位和实际菩萨的果位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吗 师父 实际上品位和你的实际的莲花那是两个概念 那个是你修为的莲花 品位是你修的就是你本身的素质 比方说你是个教授 但是你不一定是拥有在复旦大学做教授啊 你是个教授的职位啊 听得懂了吧 听得懂 听得懂了 你上来你就是十地菩萨或者是九地菩萨八地菩萨 这就代表你的讲师高级讲师教授 但是教授不一定有工作的教授事业没有的 呵呵 讲师事业呢 呵呵呵 呵呵 那师父啊 上等上品又相当于几地菩萨的果位呢 修到上等上品 那么基本上已经是应该是我 你等等啊 呵呵 啊 那是啊 上等上品它本身也是的 本身也不是很高的菩萨 几地菩萨 他比方说一地菩萨啊 啊 这个下面都可以分上等上品 上等中品 上等下品 只是你的修为的成绩而已 并不代表你修 修到这个品位了 你就一定能够变成几地菩萨 不是这个概念 几地菩萨的修为 那是厉害了 那那是下去 到人间去成愿再来啊 然后再上来他才会有这个职位呢 而且在每一地菩萨 在每一地菩萨当中 都可以分成上等上品 上等下品 上等中品 是这样的 或者中等上品 中等中品 中等下品 还有下等上品 他都是这样的 都分上中下的 每一地菩萨都有啊 超了五地菩萨之后 那基本上就没有了 五地菩萨他的境界 已经到了成熟圆满了 嗯 那说说 那比如就是从我们人间的说法 就是说说 就是业障在百分之几的 就是百分之几的范畴的业障 对应对应的相应的哪个层次的菩萨 有这个 那你这个概念完全错误了 幼儿园园里边的小学里边的 有三好学生 你说到中 你说到中学里能够做为什么 他也不一定做三好学生 他境界不一样的 你在人间的 你在人间的百分之多少 你只能到了天上的 比方说出地菩萨 就这么简单 你上不去的 没有办法的 这个不能比的 人间的东西你怎么好比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一个普通大学和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你说一样不啦 你说清华大学毕业的和普通一个大学毕业的一样不啦 不一样不一样 好啦 在东西野鸡大学毕业的 哈哈哈 是是是 最近网上公布了很多野鸡大学 也是毕业 哪个证书有什么样 比红本子这个出来的这个样子不一样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的 好 谢谢师父 师父 讲起来 现在很多低头义足 您开始一下低头义足吧 低头义足 我告诉你 这浪费时间 对对 我可以告诉你 他看的东西完全取决于他的智慧 如果他看的是好的 比方说台长的白话佛佛法佛言佛语啦 他去看一些人生必要的东西 他这种低头义足他不会浪费时间 你说说看 这低头义足本身已经是个贬义词了 有什么好啊 你一天从头看到底 你能看出什么东西出来啊 你人生的正常的生活都被你打破了 读书读书读不好 考试考试考不好 吃饭吃饭吃不好 睡觉睡觉睡不好 你这个低头义足整天在手机上在电脑上 你说说看你在干什么啊 你不是在浪费生命啊 浪费时间啊 你想想看呢 我刚刚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 我跟孙肥虎刚刚讲 不叫孙肥虎 叫生什么虎的 我就跟他讲 孙小虎 孙小虎 小虎 小虎小虎 小虎小虎 这个我跟小虎在讲了 我说一个女孩子我学佛的 对不对啊 哎呦 谈恋爱的时候啊 不禁的拿手机出来看喽 好了 嗯 那个时候看的还好 一个小时半小时看几次 一个半小时里面看五次 后来人家跟他不谈了 你知道吧 跟他不谈了 结果他拿出来的手机啊 几秒钟看一次 几秒钟最好希望突然之间出现 这个男的跟他说 我悔过了 我现在想跟你好了 神经病啊 神经病啊 这种人要进入重病房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师傅你说 真的神 你以前开始过 你说 你说 在网上转发一条下流的 看了 会让人看了 会动坏脑筋的东西 这个人 你这个人的业障 按照最新的 已经是下地狱了 这是菩萨告诉台长的 如果他们拿着手机 去多多转发台长的佛言佛语 转发台长的开示 这样救更多的动生 岂不是功德无量 师傅 实际 其实也不是说 专门转发台长的东西 凡是正能量的东西 你转发都好 你是负能量的东西 你只要转发一条下流的东西 造成了 比方说十个人去强奸人家了 好 这十个人的业障 都算你 你让十个 让十个女人动心了 这本来一个良家妇女 你把人家害了 我告诉你 罪孽深重下地狱 就是这么 所以下流化暴的人 有一个国外很多下流化暴的人 那种老板 全部都是生 骨外死的 痛不欲生 就这么简单 师傅 那开黄色笑话 有些同事开黄色笑话 这种人也是下地狱吗 师傅 那当然了 黄色笑话 你如果讲了黄色笑话 你让鞭上的女孩子轻了没有动心 那你这个笑话的爆炸力不是太厉害 你可能这个业障不是太重 但是你已经是下流 胚子 你已经不是个好东西了 但是呢如果你让鞭上好几个女的 或者男的 蠢蠢欲动 嗯 啊 春心荡漾 你接下来我告诉你 你就完了 啊 你这个是业障深重 就这么简单 你已经 你要别人中了不好的意义 对了 你这个已经是爆炸已经升级到炸到别人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哎呀 那师傅就是你看 谢谢师傅开车 师傅就是有一位北美的同学 弄到了一个人 不是到了马来西亚吗 看到马来西亚的师兄 再给这位就是这个老妈妈庆祝生日 大家其乐融融 就是一位马来马来的同学问他 怎么来马来西亚了 同学说 观世音菩萨让我来这 让我来这里学习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请师傅开车一下 我们应该学习马来西亚共修族 哪方面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呢 请师傅开车一下 谁说 谁说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啊 怎么自己乱学啊 这个同学梦到啊 就是这个老妈妈 就是说说是观世音菩萨让他 就在梦里啊 就说是观世音菩萨让我来这里 学习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到了马来西亚这个老妈妈 到了马来西亚学习他们精神啊 他们出去弘法度人的精神啊 你看看人家马来西亚弘法度人的精神 是几个人能做得到了 师傅您说的太多了 真的不知道 人家是人家是付出的 人家在马来西亚你知道 师傅有多少弟子你知道吗 有多少有多少信众啊 开玩笑 哎呀 人家马来西亚的共修会太多了 周六周日都去 出世界 发出人 他们是 但是有些情况呢 并不是 完全适合每个地方 但是从目前来讲 你可以打电话 你可以 你可以发短讯啊 你可以发这些东西啊 你发这种烂七八糟的东西 你这个一头一头不是在害死自己啊 一天一会儿嘛 发一个我爱你了 一会儿嘛 说哎呀你不要难过了 然后嘛 发冬天很快就会过去了 春天就要来临了 这种东西你不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不一样啊 问题还加一个浪费眼睛呢 是的 是的 谢谢师傅开车 师傅 您不是在比利时法会 不是看图腾吗 看出一位同修是天上的仙人长头呆 请问师傅 天上的植物在什么情况下就会突然啊 植物熟了就会下来 我问你植物会不会成熟了 会的会的 成熟了就下来了呀 一朵花 天上的花花开几千年 几千年之后就下来了呀 所以很多女孩子就像花一样呀 有些人家叫木头美人嘛 长得漂亮得来像花一样 带脑子嘛 不管用的 这女孩子真的就会吃 睡 然后呢 不停的一天大概花个四五个小时 在保养自己的皮肤 身材 那不就跟个动物一样弄的好看一点呀 有什么啦 是的 没有智慧的人 那算人吗 一个人要有智慧 好看有什么用啊 好看的人没有智慧有什么用啊 是是是是 好 谢谢 谢谢师傅 开始 师傅您如果是在解梦的时候 能够接到做梦从修的气场 从而能够转去的解梦 请问师傅我们有没有这个功能 解梦的话 虽然类似的梦境会不会有不同的含义呢 师傅 你们会有 但是问题你们不要去执着去弄 现在有些人就是经常凭感觉在做事情 哎呦 我有一点感觉了 其实这不可以的 因为这样长期以来 时间时间长了 你偶然都会有一些灵性灵感 啊 但是你你只要去追求 那你你不是 讲老实话 就是你不是这个层次来的人了 你听得懂吗 你不是这个级别 你硬要去做这个级别的事情 你这个 你没有 你没有执照啊 对对对对 是的是 你举个简单 你没有执照 你做不了 你是电工的话 你没有电工执照 你什么店都懂的话 你最后 还 人家做人家都不相信啊 你没有品牌啊 听不懂啊 是的 是的 那师傅 我们应该就是说是 他们 有的人被梦境 叫他们查查以前师傅的开示 这样看看 参考一下 并不是我们不要去给人家 这样解梦 这样给人解梦 一旦解错了 或者是解的不好 都会有业障的 当然有业障了 举个简单的 人家做个梦了 对不对啊 你把它解错了 人家造的这么去做了 人家做了冤枉事情 或者造了业了 你说你 你解梦的人有没有业障了 有有有 好了 比方说这个人 人家做个梦 他这个女孩子 刚刚进公司 天天喜欢这个老板 然后呢 好像做了个梦了 还说一朵花开了 对不对啊 好了 那应该是怎么呢 如果做梦做到老板 他很追求这个老板 但是呢 一看一朵花开了 实际上你 人家正确解梦是说 这个 你跟老板这段感情 这段缘分 就像花一样 你就造口业了 嗯 真的是能是吧 一般如果同修做了梦 我们就叫他查查师傅以前的开始 照他们参考一下 所以很多人做 把师傅的解梦的东西 把它编成一本书的话 啊 再总结一下 其实我觉得 对以后 节目会有帮助的 啊 有有帮助啊 啊 对对对 啊 里面的里面 里面很多很多东西都相像的 你比方说牙齿的问题 对不对啊 上牙上人 下牙下人 对不对 这些这些东西 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的话 你这节目就不会错了呀 嗯 是的 是的 这节目开始 师傅啊 我们有时候看白话佛法 自由所物 自无所物 是何缘故呢 自由所物 事无所物 实际上就是你的心 没有开悟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 确实懂 那师傅我们需要每天用心 学佛修行修行 是用心是 心是定还是动呢 师傅 什么没听懂 就是说我们每天都要用心学佛修行修行嘛 就是说用的这个心是用心是 心是动还是定呢 就要动 动在静中 静在动中 啊 这才叫禅 啊 你说人完全不动 心不动 那你学的好的 你心乱动 你学的好的 啊 你完全不动也学不好 你完全动得太厉害也不 学不好 一个手表 对不对啊 你 准的话 就是 一秒一分都要准 你 动了过头了 就要不准 动 没有慢了也叫不准 快了也叫不准 所以 动过头了 就是 你这个心 就是真的变得动了 你的心 紧过头了 你真的 啊 也不行 所以 动静一如 啊 静动 啊 静和动 他都是相互依赖的 就像一个人 哦 要吃饭又不能把胃称坏 啊 这道理是一样的 啊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开设 那师傅您开设过就是 呃 梦里发 就是说开设过不是 在梦里做梦发愿也算数吗 但是人家有的同修就是梦里发愿了 醒来之后忘记发什么愿了 这个怎么办呢师傅 醒来之后忘记发什么愿 那叫殷愿 殷朝地府的愿 那也跟他记账的 虽然你醒过来忘记了 他也记账的 因为你跟 已经跟地府的官啊 或者跟鬼讲过了 哎呀我一定怎么样 你醒过来忘记的话 对不起 也照算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经常出事 因为他忘记了 是 是 那他怎么办呢师傅 怎么办 就是因为他经常乱发誓 还梦中才会发誓 哦 因为这种人经常 答应人家 什么就是答应人家 做没做不到 最后我们就出事 哦 明白明白了 哦 谢谢 那他需要念礼佛吗师傅 他忘了 肯定的 只有念礼佛才能消 多少遍呢一般师傅 一般吗 49遍 49遍 哦 好的好的 师傅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师傅您不是在开法会吗 就是我们在在线听师傅的法会直播和事后听师傅的开法会的录音效果有区别吗就是在线听直播和事后听的录音有区区别吗在线听和事后听都要用心听都有效果啊在线听效果肯定比啊那个事后听效果要好没办法了这个是这个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能够跟 师傅师傅当时的气场连上呀 师傅当时的气场连上呀 你师傅这块气场连了吗就断了断了吗但是总比不听好啊 嗯 是的是的是的 啊 师傅就是那时候你像我们如果碰到就是我们就碰到贪心的灵性他拿了很多小房子不肯走怎么办有这种情况吗 有很少不肯走啊只能满足他谁叫你欠他举个简单例子啊离婚了这个女的拼命问你要财产贪心了贪心的话你你能不给不了你不给不上法就开呀告了啊大家搞了 是的是的嗯 师傅我再问一个就是这个小房子啊比如打个比方我头疼我呢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说我就说稍之前我说是就是写我名字的药丁者就是说菩萨就把这个七张小房子一包送给导致我头疼的药丁者这样跟菩萨说是不是小房子就直接给了导致我头疼的药丁者还是由地府自动安排呢师傅嗯你这个倒是一个好好的方法嗯 我跟他们那种说的应该说应该其实可以可以说啊导致我头疼的药丁者呢不大好听就是或者语言方面稍微组织一下吧这个意思可以比方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能够解决让我现在啊身体不舒服的灵性的啊那个问题我念多少张小房子讲了稍微 软性一点因为因为鬼啊他也听话的啊听厉害的啊那个你看看小鬼得罪不起的啊现在听不懂是是是你讲话讲了哎呀导致我什么什么你导致我让我怎么样人家那个人家不喜欢了不开心了哦那师傅如果讲了地府就安排就给这些头疼的灵性 如果不讲地府就自动安排是这样吗是说从道理上是这样讲但是呢有些话呢也不能完全因为讲老实话就算这个比方说这个这个小鬼来问你要经他是不努力不努法的比方说他在地府犯法的他不应该来问你要的你一讲的话地府就会派护法生就把他赶走 哦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说什么事情都要通过政府来做就是地府他也是个政府一样的那对对对对 哎你自己讲啊我请请你们给他就给了要看下面要看的人家下面地府要看的这个人本来不应该来拿你钱的对不对啊 啊好了你给他钱了但是就像很多人绑架一样的对不对啊绑架你叫警察肯定叫你不要发给赎金的嘛对不对啊但是有的给赎金解决了有的给赎金都解决不了就这个问题啊是啊是啊就这个对对对对了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您保重好身体啊师傅谢谢您师傅好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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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只能在星期二晚上五点钟五点钟师傅给大家做悬疑中枝节目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